第781章婚式 多次与范忠明和历练之物神丹 两人也越来越默契了 这一次的五珠圣药 他们很快就炼制完了 一共得到了21颗物神丹 前四炉每炉都有4颗丹药 但是最后一炉他们进步了 得到了5颗丹药 21颗 加上我原来剩下的18颗 我现在一共拥有39颗物神丹 不知道能否将我的修为提升到七星战尊境界 叶星辰收起物神丹 满脸期待之色 范忠明收起炼丹炉 太向叶星辰说道 我去通知若兰婚式 你也回叶家准备一下 可不能委屈了若兰 老师放心 我一定安排好 叶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转身离去 等于无毛机会合之后 他们便离开了炼丹工会总部 饺子 你真的决定了吗 无毛机听叶星辰说起和白若兰的婚事 不由得说道 紫雪公主呢 叶星辰苦笑道 我只当她是妹妹 呵呵 无毛机撇嘴道 人家可不会这么想 她对我更多的是感激 时间长了就会明白 叶星辰摇摇头 随即转移话题道 你帮我去通知罗刚爷爷他们 还有孟明和潇洒他们 对了 还有以前浩天学院的一些熟人 好 交给本大爷吧 无毛机说吧 就当先化为一道火光 消失在天际 叶星辰也飞往叶家玄界 叶家玄界 叶星辰这次回归 受到了比上次更加热情的欢迎 两位叶家家主都亲自出来迎接他 让他惊讶的是 连星辰一脉的家主叶健雄都不再黑着脸了 而是对他一脸笑容甚至还热情的邀请他去星辰一脉居住 叶星辰心中胆慨 显然这是因为他得到了大地神碑 一见神器令得叶星辰的实力站在了战神大陆的巅峰 再加上他那恐怖的天赋 就算叶健雄也不得不低头 毕竟对于叶家来说 更需要像叶星辰这样的天才和强者 至于家主 叶家随时可以更换 说到底 这个世界还是强者为尊 大殿之中 叶星辰将自己的婚事 还有和各大战神世家联盟的事情 告知两位家主 叶无道听完笑着说道 你的婚事是大事情 我会让人去安排 你安心修炼即可 至于联盟的事情 天机楼已经传来消息了 其实我们叶家已经在准备了 这次正好趁着你的婚点 将一些和我们叶家交好的战神世家请来 届时我们就可以商谈一下结盟的事情 哼 我们叶家现在拥有三件神器 除了一件神器要镇守叶家玄界 两件神器可以带出去参战 严家即便拉拢了一些战神世家 也对我们没有任何威胁 叶剑雄冷哼道 叶星辰瞥了他一眼 什么叶家三件神器 大地神碑可是他的 他才不会交给叶家 不过他也没有点破 反正神器在他手里 谁能抢得去 我们也不能大意 叶无道神声道 那些普通的战神世家对我们没什么威胁 但是其他三大最强战神世家就不一样了 严家的半神数量超过我们 武家拥有两件神器 赵家拥有火焰聚龙一族这个帮手 半神的数量不在严家之下 这三大最强战神世家当中 武家肯定是会和严家结盟的 那么我们得想办法把赵家拉拢过来 这个有点难度 毕竟严家人会免费替他们炼制物神丹 这种诱惑使得赵家无法不动心 叶剑雄英辰道 叶星辰开口说道 我和我老师合力炼制物神丹 现在已经可以保证 一炉丹要出丹数量为五颗 如果有战神世家愿意 与我们严家结盟 我保证他们每株圣药 可以得到三颗物神丹 如果赵家愿意加入这个联盟 我保证他们每株圣药 可以得到四颗物神丹 严无道文言眼睛一亮 笑道 如此一来 我们拉拢各大战神世家的把握就大多了 毕竟就算是严家的炼丹师 每卢物神丹也只是出丹三到五颗 而且还不能稳定 叶剑雄陈寅道 这样一来 我们就更要拉拢范忠明了 你是范忠明的徒弟 白若兰更是范忠明的清传弟子 你们两人的婚事正好门当户队 一旦你们结合 范忠明就会彻底站在我们叶家这边了 此人功力心态重了 叶星辰瞥了他一眼 就懒得理会他 叶无道笑道 星辰 你先回去休息吧 等婚点安排好了 我们会来通知你 这一切都不需要你操心的 嗯 叶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说道 我还有很多朋友 不久后可能会来叶家 麻烦家主派人招待一下他们 或者是派人来通知我 你的朋友便是我们叶家的朋友 你放心吧 我们叶家一定会好好招待他们 绝对不会让他们受到委屈的 这事情我会安排九优神子亲自主持 没人敢放肆的 叶无道知道叶星辰是担心自己的朋友 被叶家的子弟欺负 所以才这么说 毕竟叶星辰的那些朋友都是凡人 叶家的一些子弟同样很高傲 看不起凡人 多谢家主 叶星辰点了点头 得到叶无道的保证 他放心许多了 当即回去闭关修炼了 这场婚事注定轰动整个战神大陆 光是发勤俭和安排婚点的各种事宜 都需要半年到一年时间 所以叶星辰觉得正好趁着这段时间 将物神丹服用了 提升自己的修为 这小子似乎不愿意把大地神碑交给我们叶家 大殿中 叶健雄看着叶星辰离去之后 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 阴沉说道 叶无道瞥了他一眼 淡淡道 若你是他 你愿意将大地神碑交给我们叶家吗 我当然会 毕竟我是叶家的一员 叶健雄慷慨激昂地说道 叶无道瞥了瞥嘴 他才不相信叶健雄会那么大公无私 不过他也懒得点破 只是摇头说道 我们叶家拥有两件神器 并不缺一件大地神碑 与其冒着得罪叶星辰的风险 还是好好培养他 未来他更有机会成为战神 那时候除了一件大地神碑之外 我们叶家还会多出一件神器 叶健雄冷哼一声 不再多言 他虽然是星辰一脉的家主 但是到了叶星辰这个级别 已经不是他一个区区家主可以奈何的了 毕竟叶家的那些半神不是傻子 他们才不会把叶星辰这个超级天才逼出去呢 那是白痴才会做的事情 第782章降临 位于小西天的某个玄界之中 一行神域大陆的强者从湖底通道抵达战神大陆 出现在神佛不治的防御阵法里 如果叶星辰在此 就能看得到几个熟人 像补天教的奇梅 神剑堂的大义 天魔殿的妖妹 简然 这三人将战神大陆的存在传回了各自宗门 所以才引来了这么多的神域大陆强者 诸位前辈 这座镇法乃是一万年前战神大陆的一位战神强者布置的 只允许战尊以下的人自由进出 补天教的奇梅朗生说道 哼 区区小世界的战神 恐怕实力也就和我们神域大陆的半神相差不多 他布置的阵法能够有多强 几位前辈轻易就能击破 神剑堂的大义一脸不屑道 周围的一些神域大陆的修炼者 或多或少也露出一丝不屑 傲然 就像战神世家的人看待战神大陆的普通人一样 只有奇梅没有这种姿态 他偏了大义一眼 淡淡说道 你忘了上次击败你的人了吗 就算是小世界 也有天才出现 我们补天教的补天君主便是出自小世界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无言以对 补天君主是神域大陆一个传奇人物 他出自小世界的事情 是众所皆知的 哼 火荣 这次我看你往哪里躲 大义不说话 心中却是充满了杀意 可惜他并不知道 当初戏耍的并不是火荣 而是叶星辰 哼 与此同时 几位来自神域大陆的战神 已经出手攻击面前的阵法 然而结果让人震撼 因为他们几人连手 都没有击破这座阵法 大义顿时满脸震惊和不敢置信 怎么可能 区区一个小世界的战神 最多也就一星战神 而且因为天生缺陷 恐怕只能成为下位神 在场的几位前辈 可都是二星战神 还都是中位神啊 其他人也都满脸难以置信 就是奇眉 也张大嘴巴 显得很震惊 至于那几位战神 此刻也神色凝重起来 其中一位短发青山男子神声道 此人的实力比我等强 如果他是下位神的话 那么其修为至少是三星战神级别 众人闻言皆是道西一口凉气 一个小世界的人 居然可以修炼到三星战神 简直不敢想象 大义更是质疑道 前辈 小世界的灵气如此低下 怎么可能会诞生出三星战神 短发青山男子看了他一眼 淡淡说道 到了战神级别 需要参悟的世道 灵气浓厚与否并没有什么区别 不过 小世界的道残缺不全 他能够在小世界成为三星战神 这说明他的天赋非常强大 不比传说中的补天君主弱 可惜了 这样的一个绝世人物 如果来到了我们神域大陆 肯定会成为一代传奇的 青梅摇头道 此人是苦行僧一脉的神佛 乃是一万年前的战神已经消失了一万年时间 恐怕早已经离开这座小世界了 前辈 如果无法击破这座阵法 我们怎么进入 天魔殿的妖妹有些不甘心地问道 短发青山男子陈寅道 虽然无法击破这座阵法 但是我等联手可以送一些战尊进去 大义文言皱起眉头 说道 前辈 这座小世界最起码有半神存在 而且还有神器 我们只是出动战尊的话 可能有些麻烦 秦梅冷冷说道 你想干什么 我们这次来只是为了招收一些天才去神域大陆 你难道还想大开杀戒吗 众人的目光都射向了大义 这次补天教拉了不少正道门派加入进来 凭借神剑堂 天魔殿 生死门三个邪道门派根本翻不起什么大浪 所以大义也不敢惹得众怒 他连忙说道 我也只是担心这个小世界的人不配合 万一他们觉得我们是骗子呢 我们总有展现一些实力震慑他们 否则的话 这些小世界的人 可能会反过来对我们动手 秦梅还想再说 另外一位白发老者战神打断他 大义说的也不无道理 是得有些防护 这是神剑堂的一位战神 当然站在大义这边 补天教的战神则开口说道 我们神域大陆的战尊族已压过小世界的半神 虽然因为世界规则限制 无法将神器带过去 但是我们有战神服可以封印他们的神器 这样一来 进去的人就不用担心安全了 不错 进去的战尊 多带一些战神服就可以了 短发青山男子也点了点头 随即拿出一些战神服 交给自己的一些后辈们 大义 齐梅 妖梅他们 就没有拿战神服了 他们只是战皇层次 就算可以抗衡战尊 但也无法抗衡半神 即使拿了禁神服也没有用 他们都跟随自家的战尊们 开始进入战神大陆 空猛龙 伴随着几位战神强者出手 整个大阵剧烈震动起来 而此时 小西天那边的苦行僧一脉高手 也都早已经感应到了这群天外来客 纷纷聚集在阵法的另一边 当 小西天内 有洪亮的钟声响起 一二大师早已经来到阵法前 看着面前阵法的巨大动静 顿时脸色大变 被匆匆赶来的一公大师沈声道 如此巨大的动静 肯定有战神级别的强者在攻击阵法 应该是神域大陆的人妖降临了 你快去把消息告知天机楼 让天机楼传达各大战神世家 一公大师点了点头 他脸色也严肃起来 民众道 要不要先安排一些弟子离开 一二大师摇了摇头道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 我等既然身为苦行僧一脉 那就早已经准备好了 护卫战神大陆的职责 不过 你也放心 神佛布置的阵法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 他们之前已经试过一次了 应该足以挡住战神级别的强者进来 那就好 一公大师松了口气 如果战神能够进来 那么他们根本无法抵挡 当下 一公大师立刻渡过苦海 乘坐传送阵前往天机楼总部 如今天机楼在各大战神世家都有分布 所以只要把消息告知天机楼 各大战神世家也会马上得知 乌弥陀佛 希望这些人是带着善意来的 一二大师看着面前的阵法 此时 一个个身影已经从阵法里面出来了 第783章实力大增 叶家 圣城 一座宫殿之中 叶星辰缓缓睁开眼眸 双眸神光炸射 强大的气息从他身上席卷出去 令得整个大殿都在震颤 七星战尊 叶星辰嘴角扯起一抹笑容 闭关半年 用去三十多颗物神丹 终于让他踏入了七星战尊境界 成为一名高级战尊了 依我现在的修为 再加上我的肉身之力 足以和半神抗衡了 再加上大地神碑 放眼整个战神大陆 已经在无人可以威胁得到我了 叶星辰满脸自信 这一刻 他已经登顶战神大陆 号称最强者也不无不可 而且 到了七星战尊境界 他就可以吞噬无毛鸡的凤凰不死火 再度提升天火神体 届时 他的实力肯定会再度大增 讲到无毛鸡 叶星辰当即站起来 离开大殿 见过太上长老 见过太上长老 门口的两门叶家子弟连忙攻身行礼 自从叶星辰得到大地神碑之后 就晋升为太上长老了 毕竟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半神级别 有资格做太上长老 叶家的太上长老不需要两位家主认可 只要你实力达到了就自动晋升 因此 叶星辰现在的地位 已经足以和两位家主齐平了 婚典准备的如何了 叶星辰淡问道 其中一名叶家子弟连忙恭敬说道 两位家主早有通知 婚典的一切事宜都已经准备好了 只等太上长老您出关去迎亲了 叶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再度问道 我朋友孟宁他们来了吗 来了 都来了 就被家主安排在圣城 叶家的子弟连忙说道 我知道了 你们下去吧 叶星辰文言当即放开灵石 达到七星战尊境界后 他的灵石探索范围更加广阔了 很快他就知道五毛鸡 孟宁他们在哪里了 当即踏空而起 飞了过去 哭 看到他离开 两位看门的叶家子弟顿时松了口气 其中一人感叹道 太上长老又强大了许多 仅仅一个眼神都让我心惊胆战 恐怕即使不用神器 他都能比肩巅峰战尊了 废话 太上长老他可是踏入酒精领域的超级天才 如今他修为大长 实力肯定大增 另一人说道 与此同时 叶星辰降临一座院落里 见到了许多熟人 五毛鸡 孟宁他们自然不提 罗刚爷爷 小桃 林雄等等 包括罗兰王国国王都来了 此外 还有一些浩天学院的师生 像方一鸣 方林父子他们也都来了 看到这些熟人 叶星辰感慨不已 这些都是在他成长路上 或多或少帮助过他的人 叶星辰 叶兄 叶大哥 众人看到叶星辰到来 也都高兴的赢了上来 叶星辰一一和他们打招呼 这么多人 光打招呼 都用掉了一个多时辰 叶大哥 恭喜你了 姿雪公主也来了 只是他心情不是很好 看向叶星辰的目光充满了忧怨 叶星辰有些尴尬 转移话题道 听说你已经去祭拜过人皇陛下了 你也不用太悲伤 他如果知道你现在很安全 肯定会很高兴的 他走的时候 并没有什么不甘 只是放心不下你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不说这个了 姿雪公主摇了摇头 随即到一旁和罗仙子聊天去了 叶星辰不由得摸了摸鼻子 一旁的罗刚拍了他一下 道 你也太不会说话了 这家伙整天就知道修炼 你能够指望他会说什么话 方一鸣笑着说道 叶星辰瞪了他一眼 道 这么多年没见 你居然只是四星战王 也太差了吧 方一鸣好学没被气死 白了他一眼 道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这个变态一样啊 老叶 你现在达到了什么级别了 快说说 这次居然一闭关就半年时间 交洒也来了 不过这家伙打扮得很威严 有种皇者的气度 叶星辰笑骂道 你这是越来越有人皇气度了 只是你来此 不怕谢家知道吗 嘿嘿 知道你得到大地神碑之后 我早就把皇位传给手下了 敲洒黑黑笑道 他创建尊谢帝国 本来是想要帮助叶星辰的 不过现在叶星辰实力强大了 已经不去谢家 并且有叶家这个大靠山 他也就懒得继续做人皇了 直接隔桃子走人了 叶兄弟 叶老弟 这时两个壮汉走了过来 看起来很面生 叶星辰打亮了半赏 才认出他们来 不由得目瞪口呆到 雷豹大哥 窝皇大哥 这两个壮汉 就是两头实力强大的妖兽 一个是来自雷神岛的雷豹 一个是万寿海的霸主窝皇 叶星辰没想到他们竟然也来了 真是太意外了 呵呵 你小子这次大婚 当然要搞得热闹一些 所以我就把雷豹和窝皇叫来了 五毛鸡飞了过来 笑着说道 雷豹盯着叶星辰 随即惊叹道 叶兄弟 你实力是越来越强了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 你肉身已经达到不死之躯的巅峰 修为也达到了七星战尊境界 恐怕就算不用神器 也足以和我这样的半神抗衡了 众人闻言 都是震惊不已 一个是震惊叶星辰的实力 一个是震惊雷暴的实力 半神 那可是他们仰望的至高境界 至于战神 早已经成为了传说 饺子 达到七星战尊了啊 那岂不是可以吞噬本大爷的凤凰不死火了 这样一来 你的实力又能大增了 乌毛鸡顿时传音道 叶星辰点了点头 随即传音道 暂时先不吞噬了 我要去迎亲 而且我这段时间修为提升的厉害 需要稳固一段时间 再修炼天火神体 也好 反正现在也不急于一时了 乌毛鸡呵呵笑道 以前他们急着提升实力 那是因为有颜家 谢家这些威胁 但是现在 叶星辰的实力已经无惧一切威胁了 自然不需要急着修炼 毕竟 叶星辰的婚事最重要 第七百八十四张神域强势 和一众亲朋好友打过招呼之后 叶星辰就出发前往炼丹工会总部去迎亲了 和他一起的还有几个叶家的长老和一些叶家的子弟 无毛鸡也跟在他身边 叶家这次准备得很充分 而且他们很给叶星辰面子 直接将叶家的祖先星辰战神当年乘坐的星辰战车拿了出来 让几头强大的妖兽血龙马拉着去迎亲 嘖嘖 这可是星辰战神乘坐的神车啊 没想到本大叶也能坐一回 真是太刺激了 无毛鸡和叶星辰一起坐在星辰战车上 他感到很兴奋 无比激动 叶星辰却是不在意 但笑道 只是华丽一点而已 为什么特别又不是神器 小子你懂什么 这叫情怀 无毛鸡白了他一眼 随即抚摸着星辰战车 满脸感慨之色 你小子想想看 八千年前 星辰战神就坐在这里 徐世战神大陆 君临天下 那是何等的豪气 何等的霸气 又不是你 也星辰撇了撇嘴 毫不留情的打击道 无毛鸡哼道 等本大爷将来去了神域大陆 迟早也会成为战神 那时候本大爷也来战神大陆巡视一番 不比星辰战神拆多少 说起来 过去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神域大陆的人什么时候降临 叶星辰沉吟道 其实他却不知道 就在他和迎亲的队伍刚刚离开叶家 天机楼就把神域大陆修炼者降临的消息传到了叶家 什么神域大陆的人已经降临小夕天了吗 叶家大殿 叶吾道和叶剑雄两个叶家的家主 看着殿下一位天机楼的长老 满脸震惊的站了起来 天机楼的长老沈声道 两位家主 这是苦行僧一脉一公大师传来的消息 如今我们天机楼已经传往各大战神世家了 绝不会有假 叶吾道点了点头 说道 一公大师一向严谨 不会开玩笑的 苦行僧一脉的高僧 更是不会如此 看来此事千真万确了 竟然会敢在这个时候降临 叶剑雄众没道 需要召回叶星辰吗 叶吾道摆了摆手 说道 不必了 叶星辰去迎亲了 要不了多久便会赶回来 再者 我们先看看神域大陆的人有什么想法 这需要请你们天机楼帮忙了 随即 他看向殿下的天机楼长老 我们天机楼会随时向叶家传递消息 天机楼长老连忙说道 嗯 这是我的贴身令牌 你拿着它 可以在我们叶家畅通无阻 直接面见我 不需要通过其他人 叶吾道点了点头 随即将一块令牌丢给这位天机楼的长老 天机楼的长老连忙收下令牌 随即告辞离去 叶吾道看着店外 沈声道 战神大陆要变天了 只是不知是福是祸 医工大师也说了 只有一些神域大陆的战尊进来了 他们的半神和战神强者都无法进来 这样的实力还不足以颠覆我们整个战神大陆 叶建雄自信的说道 叶吾道摇头道 别大意了 即便他们只是战尊 但是你别忘了 他们神域大陆在每个境界都比我们强了三个层次 从战士到战尊一共有四个大境界 这就说明同样处于一新战尊境界 他们天生就要比我们高了十二个层次 相当于踏入了十二进领域 这简直不敢想象 十二个境界 叶建雄文言脸色顿时凝重无比 他担忧道 那岂不是说 他们的战尊就相当于我们的半神 叶吾道审声道 他们的初级战尊和中级战尊就已经相当于我们的半神了 如果是高级战尊 恐怕比我们的半神还要更强一些 千等待苦行僧一脉那边传来的消息吧 一见雄显得忧心忡忡 小西天 神域大陆的几大门派 各自都有十几人降临了小西天 他们依次从阵法内走了出来 而苦行僧一脉这边 足足有五位半神强者到来 其中一二大师还掌握着一件神器 一群突驴 我记得你们 当初在那座玄界内 我就抓了你们的几个突驴 不过被那个该死的火融给救走了 大一一看到苦行僧一脉那熟悉的服饰打扮 顿时就想到了夜星辰 不由得咬牙切齿 将在那座玄界里发生的事情 告诉身边的一名中年男子 哄 中年男子直接踏步而出 并且探出一只巨手 朝着面前的一二大师抓去 苦行僧一脉的高僧顿时脸色一变 他们没想到对方竟然立即就动手了 这情形有些不妙啊 哄 一二大师不会束手就擒 他直接催动手中的神器 一股恐怖的微能顿时席卷出去 击破了面前探来的巨手 神器 哼 进神符 中年男子看到一二大师动用神器 眼中闪过一丝不屑 随即他屈指探出一张神符 化为一片灿烂的光芒 将一二大师手中的神器给封印了 什么 一二大师顿时感受到手中的神器 与自己脱离的联系 心中不由得大惊失色 大难手印 中年男子封印了一二大师的神器之后 再度挥动手掌镇压过来 宛如一片苍穹被覆盖了 威势磅 神佛金刚掌 一二大师见无法动用神器 不由得调动自身力量 施展出神佛金刚掌 顿时 无尽佛光展现 数不清的金色光芒 如同太阳一样耀眼夺目 进阶笼罩在一尊巨大的佛像上 并且这尊佛像朝着中年男子撞击过来 雕虫小记 中年男子冷笑一声 那巨大的手掌直接将佛像握住了 然后将其捏得粉碎 无比强势 扑 一二大师连连后退 脸色一变 嘴角一散出一丝血迹 他身后的四个苦行僧一脉的半神健壮 不由得脸色大变 这才多久 一二大师居然就受伤了 可见 他们与神域大陆的修炼者 真的有很大的差距 住手 中年男子还想再出手 但是补天教的人已经降临了 其中一人冷喝道 张卫 我们是来招收弟子的 不是来打架的 你欺负一个小世界的修炼者 算什么本事 哼 李云 你们补天教为民管的也太多了吧 中年男子 也就是张卫冷哼一声 随即冷冷地望着对面的一二大师 客问道 快告诉我火荣在哪里 火荣 苦行僧一脉的五个半神皆是一脸愕然 第785章兰杰 对于五位苦行僧一脉的半神来说 火荣这个名字显得有些陌生 他们根本就没听过 倒是一二大师有些印象 他望着张卫等一众神剑堂的人 皱眉道 你们说的火荣 难道是火家的当代神子 神子 张卫文言一脸讥笑 一个小世界的土著 也敢妄称神子 简直不知天高地厚 大义开口喝道 我不知道火荣 是什么狗屁火家的神子 但我知道他有太阳真火 这可是天火 即便在我们神域大陆都很稀少 在你们小世界就更稀少了 你们不可能不知道 一二大师文言 顿时说道 那就应该是火家神子无疑了 当时唯一一个拥有太阳真火的人 便是火家的神子火荣 其实 此刻他心里已经云云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那座玄界是他们苦行僧一脉的独有 火荣这个外人怎么可能尽得去 唯一的可能 便是夜星辰假冒火荣 在那座玄界里面得罪了神剑堂的人 这才惹得神剑堂的人大怒 想要找其报仇 很明显 火荣是被夜星辰给坑了 不过 一二大师虽然慈悲为怀 但是对于火家并没有什么好感 他很清楚那是一个邪恶的家族 为了保护夜星辰 他自然乐得这群神剑堂的人去找火家 走 我们去火家 敢杀害我们神剑堂的人 简直是找死 张伟听罢 大手一挥 就带着一众神剑堂的弟子离开了 补天教的人见他们没有在此大开杀戒 也就没有理会 毕竟神剑堂的实力不比他们补天教弱 对方报仇是天经地义 他们也无法阻拦 等一下 还有我们生死门 还有我们天魔殿 生死门和天魔殿的人也都跟了上去 他们两大门派的弟子也被夜星辰杀死不少 当然得去找他报仇 哦不 应该是找火荣去报仇了 可灵的火荣 可灵的火家 阿弥陀佛 一二大师心中叹息 不过这也没办法 在夜星辰和火家之间 他肯定是站在夜星辰这边的 而且夜星辰之所以得罪这三大门派的人 也是为了救出他们苦行僧一脉的僧人 大师 我们又见面了 这时 齐梅随同补天教的众人飞了过来 一二大师看着齐梅 笑着说道 齐梅仙子的修为又精进了 可喜可贺 大师谬赞了 齐梅微微一笑 随即说道 你们放心 这次除了我们补天教外 还有天一道和春秋门两个正道门派到来 神剑堂他们不敢在战神大陆作恶多端的 贫僧替战神大陆万千生灵感谢齐梅仙子 一二大师文言松了口气 齐梅摆了白手 随即说道 大师 因为你们小世界的人前往我们神域大陆不易 所以这次我们每个门派都只收录一百名弟子 你可以去通知你们战神大陆的各大势力 让他们将一些踏入七进领域以上的天才送来 至于到底加入哪个门派 就看你们自己的选择了 好 贫僧马上就通知下去 一二大师文言顿时大喜 随即就找来义工大师 让他立马通知天机楼 让天机楼再把这个好消息传递给各大战神世家 还有三大工会 齐梅问道 叶公子呢 他今日大婚 你若是要找他 可以直接乘坐我们的传送阵去天机楼 然后再转到去叶家 一二大师笑着说道 大婚 秦梅文言有些惊讶 随即笑道 好啊 我和叶公子也有一些缘分 他今日大婚 我自当去恭贺一番 说吧 他和一位补天教的战尊就乘坐传送阵离开了 炼丹工会总部 叶星辰亲自扶着满脸娇羞的白若兰 走上了星辰战车 随后带着一众迎亲队伍和送亲队伍乘坐传送阵 直接前往距离叶家旋界很近的一座城池 毕竟 今天是他大婚的日子 他当然要快点赶回叶家 不能在路上耽搁太多时间 一路上 迎亲队伍还在吹着喜乐 格外的热闹 秋 不远处的高空中 一群人正在急速赶路 他们正是神剑堂 生死门和天魔殿的人 这些人刚刚打听到火家玄界的所在位置 便加速赶路飞去 不过 其中一个由头粉面的年轻人 在听到远处传来的喜乐后 顿时心中一动 对众人嬉笑道 居然碰上人大婚了 嘿嘿 我去看看 你们先去火家 我随后就到 高兰师兄 我看你是看上人家新娘子了 对不对 妖妹撇嘴道 同是天魔殿的人 他很清楚高兰的性格 这绝对是一个色中恶鬼 尤其是对人妻感兴趣 更别说这种刚准备结婚的新娘子 那诱惑实在太大了 果然 高兰文言舔了舔嘴唇 阴森笑道 还是师妹最懂我 嘖嘖 新娘子的滋味 我可是很久没有尝到了 再说这里是小世界 还真是别有一番风味 说完 高兰就调转方向 朝着远处喜乐船来的方向飞去 哼 神剑堂和生死门的人都对高兰感到恶心 冷哼一声 纷纷加速前往火家 天魔殿的人也没有等待高兰 毕竟高兰胸为不弱 是一个五星战尊 在这个小世界绝对是无敌的人物 不可能会有事 而且 前往火家报仇 才是他们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好一辆战车 还真是不错 若是在这辆战车里面和这个新娘子一翻颠乱捣缝 那滋味简直太爽了 高兰很快就追上了叶家的迎亲队伍 看着不远处的星辰战车 顿时眼睛一亮 心中兴奋起来 当下 他身子几个闪烁 就飞到了迎亲队伍的前面 拦住了正在赶路的迎亲队伍 你是谁 竟敢阻拦我们叶家的迎亲队伍 还不快滚开 叶家的一名长老看到前方有人挡路 顿时大喝道 高兰眼睛一眯 嘴角扯起一抹阴森的冷笑 叶家 一个土著而已 还敢在我面前放肆 简直找死 说吧 他屈指一谈 一道犀利的剑气 顿时将面前的叶家长老的脑袋洞穿 带起一片血雾 迎亲队伍顿时一阵混乱 众人都被吓了一跳 留下新娘子 剩下的人都滚吧 高兰不屑地扫了众人一眼 随即眼珠子一转 音笑道 对了 新郎官也留下来 我要当着他的面玩他的新娘子 嘿嘿 这肯定更有趣 轰 一股强大的气势从星辰战车里面传来 假一刻 叶星辰就已经来到了迎亲队伍的前方 第786章怒火冲天 叶星辰实在是气疯了 整个人都火冒三丈 对方突然出现 趁着他没有反应过来 就击杀了叶家的一位长老 这还不算 对方还要玷污他的未婚妻 扬言当着他的面侮辱他的未婚妻 如此这般侮辱他 简直让他无法容忍 心中的怒火早已经滔天 连眼神都变红了 咦 你就是新郎官吧 高兰看到叶星辰一身红衣 顿时眼睛一亮 殷孙笑道 你来得正好 跟我一起去前面的战车 让我教教你怎么照顾女人 将来你和你的新娘子 也能生活得幸福美满 马德 乌毛鸡从后面飞到叶星辰身边 大怒道 让本大爷来动手 你今天大婚 双手不宜沾满血腥 说吧 乌毛鸡就冲向高兰 他双翅展开 如同两柄神剑 切割天空 撕裂空气 带着刺耳的呼啸声 可以清楚地看得到 凡是乌毛鸡所过的地方 空间都扭曲起来了 一只妖兽 也敢在我面前放肆 高兰冷哼一声 根本没把乌毛鸡放在眼里 他直接一拳轰出去 就把乌毛鸡给轰得凸鞋而飞 怎么可能 乌毛鸡喷出一口鲜血 满脸震惊和难以置信 后方 叶星辰瞳孔一缩 沈声道 鸡哥快回来 他是神域大陆的人 他已经看清楚面前的 这个年轻人只是一个五星战尊 论修为比无毛鸡强不了多少 但是实力差距却这般大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 对方来自神域大陆 而且 也只有来自神域大陆的人 才敢杀他叶家的长老 阻拦他的迎亲队伍 侮辱他叶星辰 毕竟 整个战神大陆 谁敢这么放肆 就连和叶星辰为敌的严家 也不敢这么做 神域大陆 乌毛鸡文言恍然大悟 同时向后击退 高蓝差异的看了叶星辰一眼 有些惊讶的说道 没想到你这个土著居然还知道我们神域大陆的存在 看来其梅娜小娘们上次过来 给你们带来了不少消息 叶星辰文言 顿时明白神域大陆的人已经在小夕天降临了 只是不知道那边什么情况 毕竟看此人的行事手段 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抢走吗 我允许你走了吗 高蓝此时看到无毛鸡想要逃走 顿时冷笑一声 一手抓向无毛鸡 轰猛龙 巨大的手掌遮天蔽日 宛如一片大世界镇压下来 整个天地都在旋转 如同末日来临 高蓝真的很强 绝对是半神级别 远不是无毛鸡可以抗衡的 在场也没人可以与他抗衡 空 叶星辰自然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无毛鸡被杀 他在发现对方是神域大陆的人后 早已经催动大地神碑 封尽虚空 杀向对方 就算你来自神域大陆 今天也要死 叶星辰脸色冰冷 眼中充满了沸腾的杀意 对方杀了他们叶家一位长老 还那般侮辱他 这绝对是不死不休的大仇 他如果让对方活着离开 那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了 神器 高蓝看着叶星辰手中出现的大地神碑 眼中再度露出惊讶之色 没想到你一个土著竟然有一件神器 看来你也是某个战神世家的狗屁神子吧 也好 玩一个神子的新娘子 那感觉肯定很爽 杀 叶星辰早已经火矛三丈 闻听此言 心中的杀意更加强烈了 他完全将大地神碑催动到了巅峰状态 进神符 高蓝冷笑一声 打出进神符 将叶星辰的大地神碑封印 顿时 大地神碑就与叶星辰断了联系 什么 叶星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顿时大惊失色 仓促之间 根本来不及变招 就被高蓝一击轰飞出去 鲜血狂喷 叶小子 小心 无毛鸡见状 顿时飞来 他挥动双翅 激发出一道道赤裂的剑芒 斩向高蓝 找死 高蓝冷哼一声 一把就抓住了无毛鸡的双翅 然后双手一开 就将无毛鸡的双翅给撕裂了 鲜血染红了苍穹 啊 无毛鸡惨叫声响起 双翅被撕裂 他的伤势太重了 鸡哥 夜星辰眼睛冒火 他收起大地神碑 就朝着高蓝杀来 是斩出的正式金阳拳 他将全身力量都爆发出来 赤裂的金光无比耀眼 如同天上的烈日 光芒万丈 高蓝感受到了这一拳的威胁 眼中不由得浮现一抹震惊之色 随即他连忙丢下无毛鸡 全力迎击夜星辰的这一拳 轰猛龙 两人全力碰撞 如同一次次会心喜悦 非常激烈 也非常震撼 沙 夜星辰大吼 双目赤红 心中怒火冲天 无论是先前的侮辱 还是无毛鸡的惨况 都让夜星辰的怒火达到了巅峰 神佛金刚掌 金阳拳 赤戒印 夜星辰彻底疯狂了 他爆发出全部战力 将自己不死之躯的肉身催动到了极限 强大的力量像四喷拳一样不断的汹涌出来 使得他的战绩威力越来越强大 轰 夜星辰终于占据了上风 并且一拳打中高蓝 将其击飞出去 鲜血狂喷 怎么可能 高蓝瞳孔一缩 有些难以置信 这次换到他震惊了 他是五星战尊 对方只是七星战尊 比他只高了两个层次 怎么会比他强 毕竟 对方可只是小世界的土著 扑 夜星辰乘胜追击 打得高蓝不断可血倒退 他越来越不是夜星辰的对手了 因为夜星辰的力量越来越强大 很难想象 在夜星辰的身体里面 居然隐藏着如此恐怖的力量 不死之躯巅峰 高蓝嘴角流血 满脸不敢置信地瞪着夜星辰 你一个小世界的土著 竟然将肉身修炼到了这等境界 这怎么可能 杀 夜星辰冷声不语 他的眼里只有沸腾的杀气 心里只有无边的怒火 杀 杀 杀 夜星辰越战越疯狂 那是雪的表情 逐渐让高蓝恐惧了 他慌张地大吼道 你不能杀我 我是天魔殿的弟子 你胆敢杀我 绝对逃不过我们天魔殿的追杀 那我就灭了你们天魔殿 夜星辰冷酷地说道 一脚踏在高蓝的胸口 一拳砸得他头破血流 马德 让本大爷报仇雪恨 乌毛激怒吼一声 拖着残躯飞了过来 他伸出一只利爪 太像高蓝的胯下 狠狠地轰击下来 啊 高蓝猛地惨叫起来 脸色惨白 显然是致命处受到了攻击 第787张杀 男人最重要的地方被击中 即便高蓝实力再强 也疼得死去活来 惨叫连连 这混蛋也不知道 祸害了多少姑娘 今天正好让他断子绝孙 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嚣张了 乌毛激哈哈大笑 他双翅被高蓝撕裂 显得很狼狈与凄惨 但此刻报仇血恨 顿时满脸舒畅 叶星辰冷冷说道 你杀了他吧 今天是我大婚的日子 我不宜杀人 你敢 高蓝文言恐惧了 他言辞利索地瞪着叶星辰 怒吼道 我是天魔殿的弟子 我们天魔殿来了十几个人 那座玄界之中更有一尊战神作证 你敢杀我 我要让你们整个小世界的人陪葬 乌毛激文言皱起眉头 看向夜星辰道 小子 要不教训一顿 放了他吧 现阶段我们不宜招惹神域大陆的人 钻你十相 高蓝文言顿时得意起来 他满脸不屑地看向夜星辰道 你最好放了我 然后乖乖跟我赔罪道歉 也许我会考虑放你一马 扑吃 高蓝的话没有说完 一柄银色重剑便已经刺穿了他的喉咙 令得他后面的话语再也说不出来 他瞪大了眼睛 满脸不敢置信地望着夜星辰 似乎没想到夜星辰真的敢出手机杀他 你不是说今天大婚不杀人吗 高蓝瞪着眼睛死不瞑目 扑夜星辰拔出银色重剑 将其收进内天地 看着高蓝的尸体冷冷道 今天我不宜杀人 但不代表我不能杀人 说完他去旨意谈 一蹴太阳真火便飞了出去 将高蓝的尸体烧得一干二净 乌毛鸡面色凝重道 夜小子虽然毁尸瘟迹了 但是难保天魔殿的人不会知道 毕竟这里人多嘴杂 夜家的人还好说 但是练丹工会的呢 而且这小子来到这边 未必没有天魔殿的人知道 恐怕此事瞒不了多久 那就不用隐瞒了 夜星辰冷冷说道 敢侮辱若兰 他死不足惜 乌毛鸡文言苦笑道 那也要找个好机会啊 现在他们战神都来了 而且还有手段封印神器 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肩回去再说 小夕天那边应该有消息传来了 夜星辰摆了白手 随即返回星辰战车 乌毛鸡叹了口气 也飞了回去 吞下一些丹药 开始恢复伤势 星辰战车中 白若兰双手握紧 满脸担忧之色 待看到夜星辰回来 顿时焦急道 夜大哥 发生什么事情了 脚势 你不用担心 夜星辰摸了摸白若兰的胸腹 随即闭上眼睛 沉思起来 白若兰见状 也不好再打搅夜星辰 夜家的迎亲队伍继续朝着夜家行去 不久之后 他们便抵达了夜家 一场热闹的婚礼顿时举行 夜家早已经把婚典准备好了 一切都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夜家摆了很多酒席 来赫德哥大战神世家有许多人 战神大陆的三大公会也有许多人到来 等拜完高堂之后 夜星辰便携手白若兰 在一桌桌地敬酒 带来到奇梅那一桌后 夜星辰顿时笑道 想必这位便是奇梅仙子八 酒养大名 他举杯镜向奇梅 奇梅目光一闪 顿时就知道夜星辰是故意装着不认识他 毕竟认识他的人是火荣 那可是杀了生死门 神剑堂弟子的人 一旦暴露了 肯定会惹得神剑堂与生死门的强者来报仇 当下奇梅也笑道 夜公子客气了 你可是战神大陆最厉害的天才 踏入了酒精领域 在你面前 我可差远了 对了 今天你大婚 恭喜了 说吧 举杯一饮而尽 旁边的一位补天教的白袍牢者眼中光芒一闪 盯着夜星辰 目光有些炙热的说道 夜公子 我们补天教是神域大陆最顶尖的教派之一 以你的天赋 只要加入我们补天教 将来肯定前途无量 奇梅也开口说道 是啊 夜公子 你就加入我们补天教吧 这就开始拉人了 不过 像夜星辰这种酒精领域的超级天才 绝对值得他们拉拢 呵呵 两位 多谢你们的赞赏 不过今天是我大喜的日子 先不谈这些 等过段时间再说 不过 如果我真的要去神域大陆 肯定会选择你们补天教的 夜星辰摆了白手说道 随即 他转向下一个桌子 继续敬酒 毕竟酒席太多了 他必须得快点 不然什么时候才能动访啊 奇梅和白袍老者文言都很满意 毕竟夜星辰都已经说了 会优先选择他们补天教 他们对自己的教派很有自信 嘿嘿 奇梅仙子 我叫潇洒 是夜星辰的好哥们 不知道我能不能加入你们补天教 这时候潇洒从旁边的桌子凑过来 舔着脸说道 奇梅打亮了一下潇洒的修为 随即皱眉道 我们神域大陆六大门派这次收徒 只收七进领域以上的天才 你如果踏入了七进领域 那么就可以败入我们补天教 七进领域 潇洒文言 顿时面色异苦 七进领域的天才 都可以做战神世家的神子了 即便在战神世家当中都不是很多 更别说他一个战神大陆的普通人了 他努力了这么多年 也就面前踏入四进领域 距离七进领域有好一大截呢 喂 你们补天教招收妖兽吗 乌毛鸡看到潇洒吃瘪 感到很高兴 也凑了过来询问道 你的实力很强 奇梅盯着乌毛鸡 眼中光芒一闪 随即说道 虽然我们补天教不收人 但如果你愿意与我们补天教的弟子签订契约 成为他的契约零售 那就没问题了 乌毛鸡文言眼睛一亮 再度问道 那我和叶星辰那小子签订契约也应该可以吧 奇梅笑着点头道 只要叶公子愿意加入我们补天教 那就是我们补天教的弟子 你与他签订契约 便是与我们补天教的弟子签订契约 当然可以 那就好 乌毛鸡顿时不担心了 让他和别人签订契约 他肯定不同意 毕竟他不相信别人 但是他相信叶星辰 唉 是风日下 人心不古啊 这年头人都不如一只鸡了 一旁潇洒满脸羡慕 极度恨的叹道 说完 他就转头对奇梅道 奇梅仙子 时不相瞒 我前世也是一头妖兽 我也可以和叶星辰签订契约吗 奇梅 无毛鸡 第788章安排 静完酒之后 叶星辰就和白若兰一起洞房去了 自此结束了他的楚男人生 第二天一大早 叶星辰就醒来了 他看了看躺在自己胸口的白若兰 不由得微微一笑 随即倾手倾脚地穿起衣服 离开了屋子 其实白若兰早就醒了 不过想到昨晚的经历 他就一脸羞红 不敢直面叶星辰 只好装着继续睡觉 圣城 义士大殿 叶星辰 还有叶家的一众高层 都聚集在这里 商谈神域大陆强者降临的事情 叶无道开口笑道 看来我们过多的担心了 神域大陆的人这次降临 只是为了招收一批天才去神域大陆 这对我们战神大陆也有好处 毕竟那些天才去了神域大陆 很有可能会成为战神 将来也能够反馈给我们战神大陆一些好处 叶剑雄也点头说道 不错 这次我们一定要多派些人去神域大陆 这样他们也可以在神域大陆繁衍我们叶家 也许将来我们叶家也会成为神域大陆的一个顶尖家族 不错 是要派人最好让九幽神子也过去 这次是一个大机缘 我们叶家必须要把握住才行 几乎叶家的高层都同意此事 叶星辰也很支持此事 叶家的天才前往神域大陆 才会使得叶家更强大 不过 想到昨日被自己击杀的天魔垫弟子 他心情沉重 觉得有必要将此事跟两位家主汇报一下 等到会议结束后叶星辰就来到叶无道的住处向他汇报此事 什么叶无道听完之后顿时吓得站起来一脸震惊地瞪着叶星辰你真的杀了一个神域大陆的修炼者 嗯叶星辰点了点头 他能够理解叶无道的反应 毕竟这件事情若是传了出去 绝对会引起轰动的 你糊涂啊 叶无道得到叶星辰的确定之后 顿时一脸担忧之色 他阴沉道 你闯了大祸了 会给我们叶家带来灾难 叶星辰文言淡淡说道 一人做事一人当 这件事情我会负责到底 待会我就让其没告知天魔垫的人 就说是我杀了那人 他们可以来找我报仇 没有用的 叶无道脸色阴沉道 你是我们叶家的人 这一点无法改变 这也很简单 你将我逐出叶家就行了 叶星辰淡淡说道 他听出来了 叶无道在怪罪他 不过他也能够理解 叶无道苦笑道 你先别急 我要和叶健雄 还有叶家的一些高层商量下 等商量好了 你再来通知我 无论你们怎么决定 我都不会怪罪你们 你们尽管放心 叶星辰说完 就转身回去了 叶无道叹了口气 满脸无奈 明明是高兴的日子 却出了这种事情 真是让人心情不爽 叶星辰的住处 叶星辰和吴毛基也在商量此事 吴毛基审声道 叶小子 不管叶家如何选择 你都要面对天魔殿的人 这很危险 你得提升实力 毕竟他们拥有封印神器的晋神符 你只能使用自己的力量 所以我准备现在就吞噬凤凰不死火 这次天火神体晋升 应该可以将我的不死之躯 提升到圆满境界 叶星辰沉吟道 我们在修为上 每个境界都比神域大陆的修炼者少了三个层次 哪怕是我踏入了十星极境 也在每个境界比他们少了两个层次 所以 在修为上 我们和他们相比是吃亏的 但是 我的肉身远比他们强大 再加上我超越九进领域的强大天赋 就算在同境界 我也有把握击败他们 吴毛基文言审声道 神域大陆这次进来的人最高也就是九星战尊 等吞噬我的凤凰不死火之后 你完全有实力与他们战斗 甚至是击杀他们 但我担心的是 那几个呆在玄界里的战神 很有可能研究出神佛阵法的破绽 把半神级别的存在也送了进来 那就糟了 而且 你如果要前往神域大陆 也少不了和他们面对 届时你怎么办 我暂时没考虑去神域大陆 叶星辰摇头道 他们要求踏入七进领域的天才 才有资格前往神域大陆 若然他满足不了这个要求 我不可能丢下他独自前往神域大陆 吴毛基文言一愣 你真的确定这么做吗 这也许是你唯一前往神域大陆的机会 你确定要放弃 那座玄界就在那里 即使错过这次 我以后也有机会前往神域大陆 叶星辰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但是若然只有一个 我必须陪伴他到最后 你小子 吴毛基苦笑道 那我们怎么办 你小子留下来 以你的天赋 还能成为战神 我们如果留下来 那可没机会和你争夺战神之位 等到几百年之后 我们可都要死了 没机会陪你再去神域大陆 叶星辰微微笑道 我跟紫雪公主说了 他天赋达到要求 可以加入补天教 不过 我对他还是有点担心 毕竟他此前一直被困在阎家 没有在外面闯荡过 又如何在神域大陆 那种大环境里面修行 所以 我希望你与他签订契约 和他一起前往神域大陆 吴毛基沉默了片刻 随即说道 小王天赋不够 但是小五和小飞呢 他们也都达到了 前往神域大陆的资格 你准备他们交给谁 叶星辰沉吟道 让小飞跟随孟琳巴 孟琳在天机楼的重点栽培下 也达到了七进领域 有资格前往神域大陆 至于小五 也让他跟紫雪公主签订契约 小五没有恢复记忆 我不放心他 还是让他留在你身边最好 看来你早已经计划好了 乌毛基看向叶星辰 叹道 只是如此一来 我们就要分别几百年 甚至上千年了 叶星辰微微笑道 只要我们都成为战神 自然有相见之时 哼 你留在战神大陆 就算成为了战神 早晚也会被我们给超越的 乌毛基冷哼道 叶星辰满脸自信道 那可未必 我听齐梅说了 一旦晋升战神之后 各种丹药和天才地宝都没有用处了 真正看的还是悟性 悟性越强 提升得越快 所以我即便留在战神大陆 也未必会比你们修为差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乌毛基哼了一声 他心情不太好 毕竟要和叶星辰分离几百上千年 有些不舍的 叶星辰又何尝不是如此 他当下转移话题 开始让乌毛基分离出一部分凤凰不死火 而他则开始吞噬凤凰不死火 修炼天火神体 第789章火家覆灭 火家玄界 生死门 神剑堂天魔殿数十名强者 直接杀了进去 一路无人可以阻挡他们 火荣呢 快让他出来受死 大义怒喝道 他已经迫不及待要报仇血恨了 你们到底是谁 竟敢打到我们火家来 简直不知死活 一名火家长老从远处赶来 结果没等他说完 就被一个神剑堂的强者给射杀了 放肆 一声怒吼从火家玄界深处传来 下一刻 神器之威爆发 朝着这些神域大陆的强者杀来 神威浩荡 无可匹敌 进神福 有人寄出进神福 顿时封印了火家的神器 天地之中的神威顿时消散的干钱静静 神们 所有的火家人呆住了 连那位催动神器的火家扮神 都张大嘴巴 目瞪口呆 满脸震惊之色 这可是神器啊 竟然就这么轻易被封印了 实在太震撼了 你们到底是谁 为何打上我火家 火家家主终于坐不住了 他带着一众火家高手飞来 沉声喝道 火家神子火荣也在其中 他满脸不解 这些人是来找自己的 可是自己什么时候招惹了这些人 此时 他就算想破脑袋 也不可能想得到自己会被叶星辰给坑了 一群土著 你们没资格知道我们的来历 快让火荣出来送死 否则你们都要给他陪葬吧 大义喝道 妖魅冷哼道 和他们废话那么多干什么 直接灭了火家就是了 我们还要去招收弟子 没时间和他们浪费 火家家主眉头直跳 这些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这也太嚣张了 直接说灭掉一个战神世家 就算是叶家也没有这种实力啊 但是 对方竟然可以封印他们的神器 这让火家家主心情很沉重 我就是火荣 但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 火荣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站了出来 沉声喝道 你就是火荣 大义顿时盯住了火荣 您笑道 终于找到你了 哼 杀我们神剑堂的弟子 今天我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火荣文言惊怒道 我什么时候杀了你们神剑堂的弟子 还有 你们神剑堂是什么门派 为何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你们是神域大陆的人 火家家主大贺道 他这时候终于想明白了 只有神域大陆的人才有能力封印他们的神器 而且实力还这么强大 什么 神域大陆 火荣文言脸色一变 他们早就知道神域大陆的人会降临战神大陆 但是没想到现在就降临了 而且还直接打上了他们火家玄界 这简直是莫名其妙 火荣还想再解释 但神剑堂 生死门和天魔殿的人已经懒得和他们废话了 在找到了火荣之后 就马上杀了过来 来自神域大陆的战尊 实力都普遍达到半神级别 有的甚至比半神还要强大一些 足足有数十位半神 连火家家主都被杀了 顿时知道他们火家完了 他今天也死定了 所以爆发出太阳真火 冲向大翼 大翼看到他展现出太阳真火 顿时宁笑道 没错 就是太阳真火 你就算改变了容貌和体型 您也改变不了太阳真火 一个神剑堂的战尊顿时杀向火荣 啊 火荣在凄厉的惨叫着 被这位神剑堂的战尊一剑射穿了心脏 临死前 他想到了夜星辰 因为夜星辰也有太阳真火 所以他顿时明白了 自己被夜星辰给坑了 可惜 他已经来不及说出这些 就被神剑堂的人给杀了 他死不瞑目 死不瞑目的还有很多人 神剑堂 生死门和天魔殿的人都非常冷酷 他们没有留下一个火口 将火家玄界里的人全都杀光了 鸡犬不留 鲜血染红了整个火家玄界 一个战神世家 就这样被灭族了 这件神器不错 可惜你们的气灵不认可我们 所以我们也无法使用它 天魔殿的一位战尊抓着火家的神器 就起眉头说道 神剑堂的一位战尊冷哼道 带回去交给战神 直接抹掉里面的气灵就可以使用了 不过 只是一个下位神炼制出的神器 也没有多大威力 嘿嘿 至少在没有晋升战神之前 还能用用 天魔殿的战尊笑道 走吧 该去招收弟子了 否则这个小世界的天才 都被补天骄他们给抢光了 生死门的一个战尊说吧 带着人离开了 神剑堂和天魔殿的人也随即离开 只留下一片尸体 和被鲜血染红了火家玄界 叶家 一座大殿之中 叶星辰被凤凰不死火包裹在其中 随即这些凤凰不死火一点一滴滴被他吸进了体内 与他融为一体 轰 驾一刻 叶星辰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令得整个大殿都在颤抖 旁边的无毛鸡顿时眼睛一瞪 双目之中射出两道金光 仔细打亮着叶星辰 片刻后 无毛鸡满脸喜色道 八星战尊 叶小子 你成功了 与此同时 叶星辰也睁开了眼眸 他双目金光闪烁 但笑道 又不是第一次吞噬天火了 成功是很正常的 不过 有了这般实力 就算不用神器 我也能够和那群神域大陆的战尊一战了 你小子的肉身也进步了吗 无毛鸡问道 叶星辰点了点头 说道 已经达到了不死之躯圆满境界了 下一步 便是晋升血肉衍生境界 无毛鸡眉头一挑 兴奋道 若是你肉身达到了血肉衍生境界 那你的实力都能比肩战神了 叶星辰惊讶道 血肉衍生级别的肉身有这么厉害吗 废话 无毛鸡白了他一眼 道 肉身达到血肉衍生境界 哪怕一滴血一个细胞 你都能重生 可谓是真正的不死不灭 届时 就算是战神 也难以杀死你 而且 血肉衍生级别的肉身力量 足以威胁到战神 不过 战神们领悟了道 这一点不是你可以抗衡的 但是血肉衍生级别的实力 足以在战神手下保住性命了 第790章竹出 知道血肉衍生级别这么厉害 一星辰不由得越发期待起来 他现在是不死之躯圆满境界 距离血肉衍生境界也只差半步之遥而已 不过 即便如此 一星辰也知道自己想要晋升血肉衍生境界很难 这半步不是那么容易跨越的 他现在也不着急 毕竟神域大陆的战神还无法跨越神佛阵法进来 他暂时不需要面对战神级别的强者 如今的实力足够应付一切对手了 对了 叶小子 叶无道那家伙找你 似乎挺着急的 让你出关后马上去见他 忽然 无毛鸡说道 叶星辰眼神一鸣 沈生道 看来他们已经考虑好了 也罢 你让若兰收拾一下东西 我们可能要离开叶家了 无毛鸡震惊道 不会吧 你认为叶家会赶你出去 要知道 以你如今的实力 足以带领叶家站在巅峰 叶星辰摇头道 叶家已经站在战神大陆的巅峰 所以他们并不需要我 反而我的存在 会给他们带来灾难 他们肯定不会因为我而得罪天魔殿的人 本大爷不相信叶家的人会这么愚蠢 把你这个超级天才赶出去 无毛鸡震惊道 再说你这次大婚轰动了整个战神大陆 叶家这时候把你赶出去 岂不是自打脸面 对他们来说 家族最重要 叶星辰淡淡说道 随即离开宫殿 前往叶无道所在的雅阁 此时 雅阁里面不仅仅有叶无道 还有叶剑雄 两位家主都在此地 清晨 看到叶星辰到来 叶无道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眼中尽是一言难尽之色 一旁的叶剑雄看着叶星辰 审声道 叶星辰 我们已经与叶家的太上长老们开过会了 所有人一致赞同将你逐出叶家 你好之为之八 今后 你不得再以叶家的名号是人 叶星辰文言脸色冷漠地说道 我知道了 从今以后 我叶星辰与你们叶家再无任何关系 哼 叶剑雄冷哼一声 拂袖离去 叶无道看向叶星辰 苦笑道 星辰 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太无情了 你们肯定有你们的打算 我对你们并没有任何恨意 毕竟当初我被严家追杀 是你们帮我挡住了他们 这次婚典也是你们帮我准备的 叶星辰摇了摇头 叶无道叹道 其实本来我们九优一脉 甚至还有星辰一脉的几位半神 都不同意将你逐出业家 但是不久前发生一件大事情 让我们改变了注意 说到这里 在叶星辰一获的目光中 叶无道深吸一口气 审声道 我们刚刚接到消息 火家被灭足了 动手的便是神剑堂 生死门和天魔殿这三大门派 仅仅几十人而已 就在一日之间灭掉了一个战神世家 屠杀百万 鸡犬不留 什么 叶星辰文言脸色一变 当初他利用火荣的名号 在玄界之中击杀神剑堂 生死门的弟子 就猜到这些人以后降临战神大陆后 会找火荣去报仇 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而且 这些人也太残忍了 直接灭掉一个战神世家 一个都没有放过 太霸道了 现在你该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将你逐出家族了吧 叶无道探道 他们有能力封印神器 我家挡不住他们 我们叶家也挡不住他们 恐怕就算你们将我逐出家族 他们也未必会放过你们 这些人的性格太霸道了 直接灭人家族 叶星辰冷冷说道 叶无道一正 随即探道 若是如此 那也是天意 我们不怪你 你放心吧 我会跟其梅仙子打招呼的 让他们补天教出面 另外 你也让九幽神子加入补天教 有这两层关系 就不用担心天魔殿了 叶星辰说完就走了 他这也是还掉叶家的恩情 从此他与叶家再无任何关系 叶无道一脸苦涩的看着叶星辰离去 他通然有种当年宁家家主拆散大地战神和宁秋霞的感觉 也许将来的某一天 叶星辰也会成为战神 让他们叶家后悔万分 一座宫殿之中 什么 叶家居然真的要赶你出去 马德 这群混蛋是不是太愚蠢了 乌毛鸡听完叶星辰的话语之后 顿时满脸惊恶 叶星辰摆了白手道 火家都被灭足了 他们也害怕了 走吧 收拾东西 我们现在就离开吧 反正我如今也不需要叶家的庇护了 哼 走就走 将来让他们后悔去 乌毛鸡冷哼一声 顿时飞离此地 叶星辰叫上白若兰 也跟着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 叶无道和九幽神子来送行了 叶星辰与他们打过招呼之后 便和无毛鸡离开了 我们是不是做错了 叶无道目送叶星辰一行人远去 不由得转头看向旁边的九幽神子 九幽神子叹道 至少我们没有得罪他 将来他就算成为了战神 也不会对我们叶家怎么样 你也快点动身前往小夕天吧 如果没有补天教出面 恐怕天魔殿是不会放过我们叶家的 叶无道成生 嗯 九幽神子点了点头 小夕天 以前这里只有苦行僧一脉的僧人 非常冷清 但是如今 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 大多是各大战神世家的人 还有来自三大公会的天才 甚至还有一些散修天才 经过一个月时间的酝酿 神域大陆修炼者降临的消息 早已经转变了整个战神大陆 而他们收徒的消息 更是让所有人惊喜万分 于是 伴凡认为自己达到要求的 都来到小夕天了 当然 还有一些人纯粹是来看热闹的 苦行僧一脉给补天教 天一道 春秋门 天魔殿 生死门 神剑堂六大门派 都各自建造了一个办事处 让他们可以在此招收弟子 此时 这六大办事处 都有许多人在排队 有老也有少 有男也有女 一个个都满脸兴奋和激动 都需要前往神域大陆 毕竟 以他们的天赋 留在战神大陆最多也就成为半神 甚至连成为半神的机会都很小 但是如果他们去了神域大陆 那就有可能会成为战神 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天大机缘